童話姐姐講故事 什麼?童話姐姐不可以生殺? 昨晚喝完酒吃完煙 從前有一對父女 爸爸是人 女兒是狗 你不要問為什麼 總之你就聽 有一晚爸爸喝了幾杯 就跟女兒說 女兒 其實這裡不是我們的地方 我們現在流落異鄉 因為某些原因回不到鄉下 好慘 女兒其實不是很想理過爸爸 不過為了兩餐 怎麼都會配合一下爸爸 就問了 那鄉下在哪裡? 爸爸就說 我們的鄉下就是日本 過來 講一些關於日本的東西給你聽 爸爸開始說了 在日本的春天 有時都挺潮濕的 女兒為了配合過爸爸 扮得很有鄉愁 不開心 在日本的夏天 太陽很曬 天氣很熱 那女兒又繼續扮得不開心 這樣 到了日本的秋天 挺涼爽的 這葉又會變紅或者變黃 那女兒聽到之後 又繼續扮得很不開心 很掛著鄉下 明明都沒有去過的 那秋天過後就冬天了 在日本的冬天 是非常冷的 那女兒繼續在那裡很不開心 在那裡扮得很掛著鄉下 聽完之後 她女兒就問 其實 和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爸爸沒有回答她 對了 那香港和日本有什麼不同呢 我不會講答案給你聽 要知道的你就自己想 完 音樂 感谢观看